intro 欸!哈嘍,各位大家好,我是小明�哲です 今天來講一下這個所謂的奇願建造是什麼一回事 首先這個奇願建造其實都在週年的時候會開放 陆版周年 日版周年 台版周年应该也是会开放 那这个开放呢 就是常驻船 你可以自选Pickup 变成说你自己自选Pickup的船 去抽 那花费的资源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这边Pickup的几率 也跟之前一样 SSR2% 2.5% 蓝皮会变成2.5% 白皮也是2.5% 好那准备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选大型小型特型去建造 然后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选你想要建造的船 你手上没有的船 然后这边就会显示他们的几率 这边都还可以就更改 一旦你按下确定之后 你就只能抽这个所谓的小型建造 你就不能去抽大型或是特型 那小型的建造呢 就是花一颗方块 那大型的建造呢 就是花两颗方块 以此类推 那这边大型比较需要注意的重点是 爱荡还有所谓的 我也是亲王 他现在变成是常驻船 而且在资源的系统里面 他也会出现 就是我们这边资源系统 其实已经可以出现 威尔斯亲王或是爱荡 所以在大型建造的地方 我是不指望说 你要去特别建 爱荡或是威尔斯 还有我们的三周年活动 周年周代券里面 都会有爱荡或是威尔斯亲王 所以除非你真的只缺这两艘船 否则我是不太建议你去抽 爱荡或是威尔斯 好最后该怎么去选呢 因为这个是所谓的 pick up 自选池 所以pick up 当然要花在刀口上面 因为大型特型都要花两颗方块 所以你抽的资源会花得非常多 那小型只要花一颗方块 这边人来说 你pick up 当然选期望值越高 花费资源越多的地方去抽 可以省下你比较多的资源 所以一般来说 我会推荐你在大型或是特型 来去抽所谓的奇选建造 那小型你就每日丢一方去建 搞爆就会出来了 除非你真的只缺小型 所以一旦进入之后呢 我们只要选好我们要出的船 按下确定之后呢 它会让你再确认一次 确认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建造 你自己自选的pick up 船 那这边花费也是一样 两方1500 所以不存在说 这个奇选建造会花费比较少 但是呢 这个pick up 当然期望值会比较高啦 好的 那最后我来推荐几个比较好用的船 来作为你参考依据 首先在特选地方呢 半轮马跟U17 其实这两个是首选的 如果你没有这两艘船的话 最好是从特型建这两艘船 再来大凤 它建造的时间比较短 然后U81也是蛮独的 基本上都是以潜水艇为基准啦 它们比较难出货 那如果你之前没有780的话 那这边也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依据 大型 最好就是走 北斋跟约克 虽然说这两个都是活动船 那如果你没有参与到活动的话 这两个大型建出来是非常好用的 再来是施配 施配也是活动送的 如果你之前没有参加过活动 也只能用建造的 悟导也是之前活动送的 如果也没有参与过 那也只能去建造了 好 接下来看一下小型的部分 小型当然选最好用的船 雪峰跟蒙比 这两个都是很好用的 如果没有的话 请务必选出来 再来我们这个欧罗拉 还有谢飞 所以这两只皇家船也是很好用 很泛用的 剩下你可能唯一没有的 会是这个阿福 或是这个雀杰 这两个平常要抽也是不太好抽 可能的话你最缺的可能也就是海鲜队 海鲜在推图的过程很好用 最后你可能会缺的就是黑王子或是罪上 所以这几个优先顺序你排列出来 那你最想要抽的角色是谁 那最好用的角色是特型 那两只再来大型再来小型 以此类推去做出你的一个 选取的一个依据 那你抽起来应该会比较 比较好 好啦以上是这个奇愿建造的一个简单介绍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那往后每年的周年都会有这个奇愿建造 所以你这次没有造完也不要急 下一次的周年 日版周年也会有这个奇愿建造 那台版应该也会上 那你就按部就班的去选择你最强力的船 或是你缺的船 那应该不会损失蔡大台队 当然啦你要先把你的限定建造给造完 再去摸所谓的奇愿建造 好啦那一方是今天的介绍 那我是潮飞溜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